青春花季少女婷婷离弃失踪,民警和学校地毯式寻找,仍旧不见踪影,最后竟然在棺材内找到失踪多日的婷婷,少女身穿红裙,躺在一具面目全非的尸体旁,已经没了呼吸,而这具男尸居然成了婷婷的新郎。 明明还是正在读书的学生,为何会被人活生生配了冥婷,这起荒唐惨案背后究竟是怎么回事,又是谁杀害了无辜少女婷婷,点个订阅不迷路,果然离谱,为您申巴社会上的奇闻异事,04年山西洪铜县,农贸市场里,汤素梅因为好吃懒做。 花光了家里仅有的积蓄之后,不得不重新摆起卖菜的摊子,但卖菜的微薄收入根本不足以满足她大手大脚的花销,配个冥婚就得掏一万块钱。 要我讲,这一万块就不该花,汤素梅心里立马打起主意,乖乖,一万块钱要是给自己又能潇洒好久了。 等这位客人挂断电话,她就迫不及待地问起,到底是怎么回事,这人也没放在心上,就告诉汤素梅, 自己家亲戚的儿子去世了,想配个冥婚,可女方家里竟然开口要一万块的彩礼。 汤素梅一听,这年代了,竟然还有这样的事,还能赚钱。 等客人走了之后,汤素梅打起算盘来,自己卖一年菜,还不一定能赚到一万块,随随便便拉个死人配冥婚,就能赚一万块,这可真是个好生意。 刚巧,她有个亲戚,正好就在闭义馆工作,回到家后,汤素梅立马给这个亲戚打电话,问配明婚的事,亲戚虽然觉得奇怪,可还是告诉她,这是挺常见的, 昨天就有个人,想给自己还没娶媳妇的儿子,找个年纪小点的老婆,足足开出两万块的彩礼。 汤素梅一听,当即找亲戚要来了那人的电话,亲戚感觉她有点莫名其妙,但还是把电话给了汤素梅,但她不知道自己究竟酿成了怎样一桩人间惨剧。 拿到电话后,汤素梅迫不及待地打电话给配明婚的那家人,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,她欣喜若狂,那家人还告诉她,只要年龄合适,花再多钱也无所谓,这可真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。 可高兴过后,汤素梅犯起了难,她到哪去找合适的女孩,给这家人配明婚,再者说,找别人家的死人,还得花钱,这可难住了她,突然,邻居家刚满十四岁的婷婷放学回家。 正一筹莫展的汤素梅,一眼就看中了婷婷,死人不好找,活人这不有的是吗? 婷婷一家和汤素梅关系很好,这个女孩,还经常到汤素梅家来玩, 可她不知道,自己已经成为了别人的猎物。 婷婷今年刚满十四岁,还是个学生,刚好符合那家配明婚的要求,说不定自己还能多赚一笔钱。 可婷婷这么年轻,总不可能突然就死了,再加上她的父母,对她看得很严,自己该怎么下手呢? 汤素梅名思苦想,终于想到了一条完美的计划,既然婷婷不会突然死掉,那不如弄一场意外, 这样神不知鬼不觉的,既能赚到钱,又可以摆脱自己杀人的嫌疑,可谓是一举两得,第二天一早。 汤素梅以家长的身份,混进了婷婷就读的学校,转了一圈后,终于找到正在水房打水的婷婷。 你爸妈出车祸了,村里让我接你回去,再晚点就见不到你爸妈了。 正在打水的婷婷,怎么能想到,这个平时对她非常好的阿姨竟然会骗她, 单纯的婷婷赶忙放下水壶,去找老师请了假,跟着汤素梅一同出了学校, 殊不知,这将会让她走上一条黄泉不归路。 汤素梅开着她平时卖菜的车,佯装是开往医院,一路上焦急的婷婷, 不断询问着父母的情况,可本来就是汤素梅编造出来的谎言, 她怎么可能说出婷婷父母的情况,只能支支吾吾地敷衍着婷婷。 关心则乱,单纯的婷婷不宜有她,选择相信了汤素梅,为了不让自己的计划露线, 汤素梅拿出早就下好安眠药的水递给了婷婷,先别挤, 这得等到了医院才知道,先喝口水缓缓。 善良的婷婷接过水,直接喝了,可她不知道的是, 汤素梅为了让她不知不觉地死掉,竟然在水里足足下了十几颗安眠药。 由此可见,这个女人的歹毒。 很快,在安眠药的作用下,婷婷很快就陷入了昏迷之中, 汤素梅加快车速,赶往亲戚开的殡仪馆,原本以为十几颗安眠药。 就能让婷婷直接死掉,可快到地方的时候,让她万万没想到的是, 婷婷竟然没死,还有呼吸。 这可怎么办? 汤素梅害怕了,婷婷没死,自己给人配明婚的生意肯定做不成了, 要是婷婷发现她说谎,自己肯定是要蹲监狱的。 突然,一个可怕的念头出现在汤素梅的脑海里,既然是都已经做了, 那还怕个什么,大不了一不做二不休,直接杀了婷婷,反正问起来就说不知道。 汤素梅拿起车后的绳子,直接狠狠勒在了婷婷的脖子上, 本来就昏迷的婷婷,怎么可能反抗? 不一会儿,婷婷就这么失去了生命。 一个无辜的女孩,生命就此定格。 看着眼前的女孩已经成了具尸体,汤素梅这才放心地开车前往亲戚家, 到了亲戚家之后,在亲戚的带领下,汤素梅终于见到了南方的家人。 她谎称婷婷是自己的女儿,因为意外去世, 可南方的父亲也顾不上到底是真是假, 给了承诺的两万块彩礼就迫不及待地把婷婷抬进家中换衣服, 准备婚礼,怀揣着两万元巨款,汤素梅开心极了, 她没想到赚死人钱这么容易。 可与此同时,到了放学的时间,眼看着村子里的孩子们陆续回家, 可仍旧不见婷婷的身影,父母开始着急了, 找到婷婷的同学,他们都说,婷婷今天中午去打水, 就没有再回来过,意识到不对劲的婷婷父母马不停蹄地赶往学校。 可老师的一番话,如同晴天霹雳一般。 婷婷说,你们俩出车祸了,今天下午就请假回去了。 说完这句话后,老师更是大惊失色,如果婷婷父母出车祸, 怎么可能来找她?婷婷的父母立即报了警。 第二天,民警来到学校进行调查, 可都没有人知道婷婷究竟去了什么地方, 就在民警一筹莫展之际走访的民警传回了一个重要的信息。 学校的门卫说,昨天下午有个身材矮胖的中年妇女来学校里找孩子, 但跟她走的女孩好像就是婷婷一听是个身材矮胖的妇女。 婷婷的父母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,汤素梅。 根据婷婷父母描述,汤素梅是他们的邻居,身材很胖, 而且婷婷平时最喜欢到她家去玩。 事关人命,民警火速赶到汤素梅家,将她控制起来。 这时候,汤素梅还沉浸在刚拿到两万块巨款的喜悦中, 想着该怎么花这笔钱,可她万万没想到民警会这么快找上她。 审讯室里汤素梅百般抵赖,说她根本就没有去过学校, 也不知道婷婷去哪了,面对摆在面前来历不明的两万块赃款, 汤素梅更是各种编理由。 一开始说是借的,后面又改口说是自己辛苦卖菜赚来的, 可她前后不一的说法更加坚定了民警的推测, 这个狡猾的女人一定和婷婷的失踪案有关系。 但苦云没有直接证据,这起案子被汤素梅拖了整整一个星期, 可在民警的强大压力之下,汤素梅终于顶不住交代了自己是如何杀人, 买卖尸体配明婚的毫无人性的的罪行, 在得知女儿被杀之后,婷婷的父母恨得咬牙切齿, 如果不是民警的阻拦,他们恨不得直接杀了这个无耻的女人。 经过汤素梅的指认下, 民警在一处荒山的墓地中挖出了埋着婷婷尸体的棺材, 当棺材打开的那一刻,所有人大惊失色, 只见棺材内的婷婷身穿红裙, 打扮得如同一个新娘, 可活生生的女孩却成了冰冷的尸体, 再也无法见到她的父母。 见到尸体后,婷婷的父母哭得撕心裂肺, 几度昏厥,在场的民警都忍不住流下泪来, 最终杀害婷婷并买卖她尸体, 配因婚的汤素梅被依法判处死刑, 但花季少女的生命却再也无法挽救, 配明婚本就是违背人伦道德的陋习, 汤素梅却力熏心,丧心病狂地为了仅仅两万块, 就残忍杀害了一个年仅十四岁的无辜女孩,实在是可恨。 但仅仅是配明婚的卖家有错吗? 没有买卖,或许年仅十四岁的婷婷就不会失去生命, 只希望这种灭绝人性的封建陋习。 彻底消失在历史的车轮下, 在现今的社会中,想要立足, 就必须要靠着自己的双手,脚踏实地地赚钱, 不要想着歪门邪道可以致富, 更不能妄图触碰法律的红线, 违法者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。 点个订阅不迷路, 果然离谱,为您身巴社会上的奇闻异事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